试验脉方法错误,反而有损健康。 有医生表示分病例指, 曾有一名患者为了降胆固醇, 每天也吃脉,为持续一段时间后, 发现血糖值反而升高, 险糖尿病。 医生指,关键在污尽试验脉方法, 不想靠物。 他亦推荐五大天然食物, 有助降胆固醇。 为何验有助降胆固醇? 营养功能医学专家刘博仁医生指出, 燕麦含丰富的粗纤维, 当这些粗纤维进入到后, 可减少人体所吸收的食物胆固醇。 虽然烟是健康食物, 但若进食方法错误, 反而对身体无。 刘医生曾遇过一名患者, 对方为了想胆固醇, 美也会喝一杯燕麦奶。 结果三个月后, 他发现胆固醇有明显下降, 但血糖值却升。 为何血糖会上升? 餐吃牛奶燕麦易出问题。 刘博仁医生解释, 虽然麦有降胆固醇功效, 但若加了牛奶后会令生糖数变高, 长期饮用的话可致血糖上升。 他以水果果汁作比喻纸, 吃圆形水果可以吸收纤维, 对人有益, 但榨成果之后反而令生糖指数变高, 营养值减少, 而燕麦与燕麦奶的情况亦一样。 血糖高, 亦引发糖尿病, 据医管局资料, 常见症状如下, 如进食燕麦才算健康, 可降低胆固醇。 刘医生表示, 却有研究发现, 每日用2-3汤匙的燕麦冲泡进食, 降低10%-20%胆固醇。 即只要持续每日进食少量醇燕, 不需添加牛奶, 就可改善健康。 根据本港生鼠料, 摄取过量饱和脂肪, 反式脂肪会增加体内血的坏胆固醇。 若不想依赖药物, 还可吃什么降胆醇。 刘医生指出, 有5种天然酱胆固醇食物可以选。 刘医生指, 大蒜、 红麴、 洋葱、 燕麦、 牛油果这5种食物, 降胆固醇。 不过, 吃大蒜、 红麴、 燕麦时, 需特别留意。 取分量及进食方法, 同厂家应平日煮饭吃什么。 新陈代谢科医生洪建德公开自己的酱胆固醇。 单, 表示多吃一类食物可以防癌, 相关文章, 星岛头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, 请立即更新, 浏览更精彩内。